失智症是腦部疾病的一種 會造成疏忽和記憶力慢慢退化 影響到立場生活 不過其實失智症早期會有一些鏡頭 如果出來中部出現這種情形 就要趕緊帶去便宜檢查 如果出來中部記憶力減退 會只是對時間和地點容易感到混亂 真有可能就是在到失智症 這個時候要趕緊帶去便宜做進一步檢查 家裡的長輩就會出現 就是會忘記自己是不是吃過早餐 或是對時間地點就會感覺不清楚 今天幾號民國幾年會忘記 或是他會擺東西擺錯地方 例如說我們把鞋子放在冰箱裡 東西放錯 重點是正常人還會回去地 回去尋找 可是失智的人會 就是我到底放在哪裡會忘記 如果出現這些症狀的話 可能是早期失智的傾向就要注意一下 如果出來中部的地點失智症 更可以鼓勵他們做一些互換的運動 譬如每禮拜五次有藥運動 也就是輕鬆的重量困難 都對身體真有幫助 如果有失智的情形的話 其實他還是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復健運動 像一般我們重量訓練的話 不一定要舉很重 我們可以拿裝水的小寶特瓶 讓長輩這樣子舉 其實就可以有訓練到肌肉的力量了 然後如果說長輩有失智的運動 怕他跌倒的話 也可以讓他在裝有扶手的走廊 或者是樓梯上面進行運動 這樣子也是很棒的 另外在嬰兒是方便 挑便含糖的飲料 高納食物 一起反飾跟飽和脂肪 多多吃雞 十字花顆奇才一起全骨類丁丁 沒有緩解好過 記者 新種林英盧 露酒 蔡鳳報道